我有时候觉得这种啊 实际就是在挺普遍的 就是咱们老说 就是说与人为善 我现在我发现 听了干很多青年朋友跟我讲 就是比如说单位里的主管 何必说我申请休假 当然了 我就休假是让你领导同意 但是地球人都知道 没什么理由不同意 完全就是一个手续 你同意你就去休假 和他的劳工权益 对和他的劳工权益 但是呢 他当然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利 说最近工作比较忙啊 人家不适合休假 你也不 他就是你求他 他就是享受这个 刁难你一下 不刁难你一下 我怎么显示我是你领导呢 就我觉得这个人 你说是不是有点与人不为善 你知道从服务这个行业啊 服务是我们经常要遇到的行业 最普通的就是餐馆吧 东西方餐馆那服务员特有意思 我在西方出国吃饭 我特别爱看待服务员 尤其爱看待老服务员 有时你跟他聊几句啊 他都在餐馆干一辈子 从他们十几岁就来 一直到退休 五六十岁永远是那个很精神的 就对待自己的这份职业 这是表示 因为我有一次去荷兰嘛 在海牙 那个老头请我在那个餐馆吃饭 就当地的人 他跟那个服务人员的聊天 完全是亲人似的 后来一打听 他说他二十几岁就在这个城市里 吃这个餐厅 吃到六十岁 吃了四十年 永远是这个服务员给他服务 所以他跟他跟亲人一样的聊天 我们也有这样的亲人 我们是这路的啊 我原来我不是在琉璃厂吗 我老去那个全聚德去吃饭 那不是服务员 那时候都是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女的吗 都是服务员都特垮 他别那么穿着西服 拿这个菜单没那个 都是穿这路的 然后好久不是不去了吗 我一进去 哟 来了啊 名人来了啊 先嚷嚷 他满听都听得见 往那儿一坐 我就说 来了 菜单 你说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要那干嘛 他问我要菜单干嘛 我说你不是有菜单吗 他说那你要他干嘛 说老吉亚吗 老吉亚吗 就是他给你当家做主 后来我一想 我说好 就是老吉亚 我说我来这 不让你呲呲呲呲的吧 我这还就不习惯了 就是他们是这么一个路子 那么这个路子呢 当然我们也不怎么在乎了 而且也都是熟人 如果你带着几个生人 他要这个态度呢 你就觉得很尴尬的一个态度 你说你跟他啥关系 他跟你这么弄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传统的服务人员 他对服务的认识就是 如果我跟你熟了 就没大没小 不会走程序 给你个菜单的什么 他认为不走程序 是跟你很亲的一个表现 这是我们的社会 就是东西方在餐厅是一个罪名 您说这个 我想起两种 就是说 他有的时候也有一种 就是不拿自个当外人 还是怎么样 但是这里边又透着一种亲和 比如说美国 你看咱们中国讲空姐 都是服务 是吧 美国有一点 都是岁数挺大的妇女 那个空嫂 不叫空嫂 空奶奶了 恨不能 但是她真的是有一种 老奶奶的劲头 喝这个 吃这个 我觉得我碰见这个 最极致的是哪 韩国 我们有一回去看足球赛 在光州 光州那地方 就是全是那个 就是韩国文字的 就是完全没有什么汉文的那种 然后呢 就是特乡土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就说去那个洗澡 他们那洗澡呢 还有那个按摩 但按摩的那个是个大妈 但是弄得我呀 特不好意思 那大妈呀 她就真的把你当儿子似的 你知道吗 她也不管你啊 就围这个围 就围这个毛巾 跟光屁股差不多 你知道呢 大妈 拍着我屁股 光这个脊梁 洗澡 但是你也觉得 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 这也是一种服务 那我想说就是 这里面 不管怎么样不同啊 就是背后有个态度 就是这个工作 对它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些 就算你刚才讲 这韩国大妈 或者说全聚的这样 我觉得都还是有点意思 这个活 有风情 它有意思 它一定有一套 自己的文化的意思在里头 对对对 但是对大部分别人来讲 这个工作 怎么样叫做有意思呢 我觉得就只有几种办法 一种办法 就是刚才我说的 要不像欧洲过去 全都信教 要不过去中国 你的工作 你做农民 是跟你的这个家庭 伦理儒家秩序 捆绑在一起 那么要不然就怎么样呢 就还有一种极端 就像日本似的 就是把这个职业伦理走到头 职业伦理走到头 就是今天中国 不是很流行讲 匠人精神吗 它这里头是什么 它其实鼓励你 这个工作明明是很累 是让你觉得 会让你工作生活失平衡 但偏偏还要让你觉得 这个工作 就是你生活意义所在 有的那个工作 就像刚才 马爷兄那种工作 说你觉得那是干什么工作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认识一个 京都的一个花道的一个传人 他们什么茶道花道 都是一家一家传的嘛 有这么一家 他现在 其中一家 他现在是在银阁寺那一家 传下来这个花道传人 我去看他插花 那个插花插了多好 就别说了 因为他主要那天 给我们表演那个插花 全是用枯掉的花来插 而且他是能够坐在这 对着你看着这个花 看好了 然后插 他是单向的这么插 但是你四面八方看 那个构图都在 然后他跟我说呢 我问他说花怎么来 那些这些枝叶 有的要哭怎么办 他说他隔天晚上 会跟一个人说好 我第二天要什么花 我说那个是个 开园艺店的吧 我估计 花农吧 不是 他说这些花全都要上山 献找献割 他不用养的花 要野花 那我说那那个人 是常年帮你们家 哦 那个他们家专干这个 到他这是第十一代 我说啊 这是什么 然后又给了一个名词 我不懂啊 那个日文 他说这都是个职人 然后我第二天一找 去看那个哥们 就五六点 就背着个竹篓筐 带着个刀 带着个茧子 带着你去上山 就走走走走 然后天天 你觉得像捡垃圾似的 在地上车 摘回什么 弄回什么 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 他当成是个非常 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 这真的是个螺丝钉 在整个花道表演里面 你负责上山找东西的 这个人 他把他当成一种非常神圣 然后我要干的 跟我爸一样好 我都甚至搞不懂 这个好坏标准在哪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就刚才连着 方舟讲的那个东西 就是说 聚精会神 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境界 就是他超越了工作和生活的矛盾 就是你干一个什么事 最后忘记了结果 就完全聚精会神 这个人会进入一个很奇怪的境界 甚至我要往玄里说 天人合一了 就是什么都忘记了 只有在做的这件事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说 我们说工作的什么成就感在哪 最后这个工作的成果 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也可以没有关系 他们讲有一种避免这种拖延症的 避免拖延症 有一种很严重的叫拖延症 避免拖延症的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 把注意力集中在过程上 而不集中在结果上 就是做只是在做 你知道一入进去 你就像说我做之前我都挺烦的 这方面我觉得我爸就有匠人精神 我爸现在也退休了 他是工程师 他是工艺科的 你说搞工艺的人 就完全是在这个工序上 画图纸 就是设计是把一个东西设计出来 工艺是把设计出来这个东西 最后怎么给你做出来 所以他是制作的一个人 你看他的这个习惯退休之后 他现在在家里 那叫一个忙 就是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修的 根本你要换新的 绝不可能 然后就是说 找人来修 都是侵犯他的专业尊严 连我这个眼镜腿断了 他别别别 我画一个 他琢磨 他一天 他也不想花时间 他一天 他一堆小工具 那个最小的螺丝 把他家里 垫冰箱坏了 我们家里那个热水器 你说都是用了十几年了 你想 他就给你换 他就给你弄 但是我开始觉得他很无聊 后来我发现 他老有所为 关键在这 我就想到 刚刚顺顺马爷说 那个服务员 就是有没有发现 中国的餐厅的服务员 是全世界最多的 就经常很使 国外的这个餐厅 基本上就只有很少的一两个服务员 所以他就是聚精会神在服务这件事 但是中国餐厅经常站着一些服务员 他们就没事在聊天啊 谈恋爱啊 对人很垮 对啊 就打闹啊 对他来说 这个又是生活 又是工作 结果这生活也没什么 恋爱也没谈好 然后这个工作也没工作好 然后我正在想 就是其实人在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 他有一种纪律感 但是其实中国他是不太 中国人不太有纪律感 他只是有规矩 规矩是人和别人相处时候建立起来的一种规范 就是我要这个对你称老师 我要尊敬你 但是纪律是人和自己相处时候的这种规范 我觉得中国人不太讲这个 规矩啊 纪律啊 是外人给你的 是外人强加于你的 但是你怎么样 最后能变成这个自律 你看你比如说 你到底多少成分算工作 你到底多少成分算生活 比如说我有 我去度个假 后来我发现 我度假的时候 分享的这些内容 回来在节目里说 大家觉得最好看 所以说那我就想 那我去度假 是不是也该拿工资呢 我到底什么是工作 什么是生活呢 所以这关键就是 借由我定 借由我定 现在去广告 现在去广告 对不起大家 我们总得去过广告 才能有接下来的远州派 福特瑞界远州派 广告之后见 好 现在这个有钱了 马爷跟你说话 我一下被这广告打得全没了 他刚才说这个 这个餐厅服务员多吧 我告诉你 你这不管餐厅 你有什么不知道 现在好多餐厅啊 它各司其责 比如啊 我在餐厅 有一回吃饭 那人服务员把这菜端在这儿 我说我给腾一地儿搁这儿 啥意思 他不给我这菜 他得等一个上菜和传菜是俩人 他把这菜端在你桌子跟前 他无权利把这个菜搁在你桌子上 另外 他也不许你自己端 他也不许我自个儿端 他得等那个上菜那个人过来 深深地看着这菜放凉了 我再吵着他 我说这是什么路的 我也遇过 这怎么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不是就是规定 我也不明白 这什么道理 你看餐厅那招聘上 他们写的 招俩传菜员就是干这个的 他是负责把这个菜 从厨子那儿搁到这个服务员 他只负责运输 这个过程 所以你不知道 可能重要物流环节 对 这是从物流环节 他到这儿呢 他就不能直接把这菜搁你桌子上 就很闲致我觉得 他这个可能也有这个问题 可能是管理上的问题 我也不懂 咱不能随便评判人家的行业标准 反正他就不给我 然后满世界找那个能上菜的人 他过来 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服务行业 很多很新鲜的事 就是我们今天无疑进入了一个 完全服务类型的社会 比如你生活中大量 你没了服务人员你就不行了 对吧 快递吧 叫餐吧 你这一年出去吃饭的 你是少我是很多的 经常的要去 大量的服务人员 还有就是各种 你比如专业的保洁吧 过去哪有保洁公司啊 过去单位都自个打扫卫生啊 你先上班第一件事 把屋子打扫干净了 一会领导说这怎么今儿没人擦地啊 擦地啊 打扫卫生啊 打开水都是自个干 今天全是专业的 你大一点的单位 你那水都是有人给你扛过来 直接搁到热水机上 对不对 你今天去的谁都不成 但是有一点我就会发现 所有人都会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不是我的事 我就是不管 这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吗 不是清楚 现在年轻人 我们过去没这个概念 你比如单位 那如果在出版社一说 说样书来了 那很重啊 华老男子都肯定主动都去 因为这是体力活嘛 几块儿就给拎上来 那改革今天就是 拎书这事不归我 我自己觉得 我好像是面前年轻人 他们这做事 就比较考虑 这事短期内对我来说 有没有作用 那如果这个事情 短期内对我有这个利益的话 那它可能就是个好工作 那所以它从这样的 它这个奖赏机制 建立的比较直接 但是一旦这个事 是一个长期的 跟我们好像没有短期利益的关系 我就会觉得枯燥 会觉得乏味 所以我就会觉得很累 这是不是说理想是海阔天空 现实是无可奈何 就是 我其实特别讨厌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什么 年轻人也是现在年轻人 特别喜欢说的 就是说这个人生不只有什么 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于远方 就是把这个截然的对立起来 就好像我这攒够的钱 我要去大理 我要彻底的过这个诗于远方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一句话 因为我觉得人生生活 诗于远方也是苟且 眼前的苟且也是诗于远方 这不是对立 要接受生活当中的琐碎 不能觉得这是难以忍受 这个我早就说了 游牧民族已经灭绝了 游牧 就是说个别的游牧民族 它是诗和远方导向的 这有个别的 你比如高晓松算一个 高晓松算一个是吧 诗和远方导向 但是我觉得 我是典型的工作导向 就是其实是 这也没什么不对的 就是我觉得不但工作呀 决定了我的人生 比方说我当年到这个 从广州到香港工作 到凤凰卫视工作 文道 我今天想起来 我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朋友圈 都是到了凤凰工作之后 重新建立的 在此之前 我的旧同事一般没有来往了 旧同学 旧同事没有来往了 那么就真的是 因为这个工作地点的 迁移和变化呀 哎呦 而且我甚至那天 他们最近 就是在纪念 这个什么香港回归嘛 我再想一想 我说啊 我说其实有的时候 工作逼着我呀 让我觉得这辈子 过得没白活 为什么呢 如果凭着咱这个 宅男自闭症的个人兴趣啊 什么世界大事啊 什么香港回归啊 911啊 伊拉克战争啊 我可能电视都不会打开看的 你知道吗 但是因为 你不得不做了这么一份工作 所以我现在发现 我的经验 万人之中没有一个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这几十年来 所有国内外的大事 我无不亲自见证 甚至就在现场 比如说 国庆什么大阅兵 或者说什么的 任何所有的 你能称得上来 公共的大事 我都在现场 尽管那未必是我的爱好 可是后来想想 也真是有难得的一个规遇 要不要我全亲眼看见了 香港回归 是吧 那个港督彭定康 坐着小火轮 呼呼呼远去 这全看见了 你其实这就是工作 所以你生活记忆 其实大部分都是工作记忆 但是我翻回头来 这一转化 我就觉得 这工作 但对我的生活太好了 给了我太多 工作内容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同 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可能半夜睡着觉 老板给你发个微信 然后你能不能明天早上 上班之前六点钟 给我搞定 所以他的工作的时间 我觉得今天年轻人工作的时间 其实比以前 可能更长 但绝对更零碎 于是你当然会累 第二 什么叫生活 我觉得我们现在常讲 生活 生活这个词 是有点骗人的词 对不起 我的那个左派的毛病 又发作了 就从我们左派的角度来看 今天的生活 是市场经济里面 骗人最常用的两个词 所以所有的那些时尚杂志 都不叫时尚杂志 叫什么 生活方式 lifestyle 这个生活方式 你仔细地看 生活是什么 他们说的生活方式 媒体所定义的生活 主要是围绕消费 你 就是买东西 就是买东西 杀骗我 对 你买东西 我的生活是干嘛呢 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工作 是为了要有生活 我生活干嘛呢 就是买东西 买了东西之后 我钱花了 那怎么办 我在努力工作 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吗 文道告诉我 说香港人有个段子 说香港人拜什么佛 连卡佛 对啊 就是拜连卡佛嘛 那你想想看 我工作的那么努力 我就是为了要有钱 有时间去shopping 或者各种各样的消费 旅行也是个消费 对不对 旅游是个很大的产业 吃喝是个产业 我所有生活中 被我们定义为 生活范围的东西 几乎无一不是消费 对 你这说起来可怜 辛辛苦苦打工 真是累的躺在床上 但是他满足的生活 是这个断手足啊 啪啪啪网购 呼呼呼 这是一个快乐 那你像他 他这快乐中的后果 就是他买了好多东西 一辈子也没用过 一辈子都不会用 每个人都有 就比如买来的衣服 没穿过 买来的包也没拎过 买来的鞋 连包装都没打开过 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 我指着你肯定就有 我保护你有买的东西 没用过的 哎呦 你还一打开 我说我这怎么还有好几双鞋 怎么都不知道呢 什么时候买的不知道 也不知道 而且我还说 我怎么品牌这么低 买这么一双鞋 就自个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看像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然后玩 就算更便宜一点的消费 玩游戏 这也是要消费 玩网友也是要消费 但你想看他今天看一大堆 我们的广告 对不起啊 这个看一大堆 这个生活方式杂志 告诉他 他脑子里面充满了一套 什么叫做好生活的定义 要好生活就是 每年夏天要去趟马尔代夫 然后好生活 就是要东京吃米歇 这叫好生活 每一辈子有医会就行 对吧 我怎么要有这个好生活 就是媒体啊 媒体给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 但是他当然觉得生活工作不良 就是所有的这个时尚媒体 我们说的还是最高等级的 是时尚媒体的 任何一个人 本身消费不起那本杂志 他像公众说的那本 这是最好笑的事 他根本挣那点钱 他连一夜都翻不过去 他钱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可笑 这还有一点 就是年轻人确实 他再怎么打拼 他都买不起房 他都没办法实现 那个完整而大的消费目标 但是他又必须获得 这小的乐趣 就主要把钱 他只好用在这 对 分离成这个小的消费 因为这大的 确实是渴望不可逃 而且有一个文道 就是说 这个作家和艺术家说的工作 跟普通打工仔说的工作 那完全不一样了 那当然了 你比如说 我说您喜欢画画吗 行 好 喜欢画画 每天画一百幅 从早上八点 画到下班六点 朝九晚五 每天出一百幅 这您还能说 这工作是我热爱的生活吗 它不一样了 它是一种在背 怎么着 如果给钱多 超过我的预估 我就画了 就这事 现在很多画家就这样 原来我认识的画家 平时一年懒得画不了几张画 后来画值钱了 据说春节都加班 别自我加班 那不是画画 是画钱 不是说还有的画家 一排十张 叉叉叉叉叉叉 再从头叉叉叉叉叉 一切十张 所以它这个 还是经济价值决定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实际上 你不可避免的受这些广告左右 据说全世界调查 全世界的调查数据中 中国人受广告左右的程度最大 就是广告的回报率 在中国是最高的 中国人他不动脑子 大家就冲过去 我经常讲 你看广告也少 为什么他回报率没那么高 你说的这个还真是挺重要 就是我去纽约那个MOMA美术馆 开了回洋婚 突然让我明白很多事 你比如说 今天我们说的户型 两房一厅 带卫生间 就这个户型 是当年美国人的概念 谁规定人类要这么住 两房一厅三房一厅 那怎么不是四合院呢 为什么现在全球化成为这么一个 这当年美国人定的模式 然后你看这个MOMA美术馆里 非常有意思 里边有个照片 就当年美国总统领着赫鲁晓夫 看 看 看资本主义的 大冰箱 大冰箱 这个大的那个开放式的那个厨房 所以我原来认识一个美国女孩 她就我就问她 我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她就 我的理想就是 有一个那个开放式的那个大厨房 因为其实西餐是冷餐 对吧 她开放式大厨房 然后呢 有个island的那种厨房 三个孩子两条狗 你看 这个很有意思 我说她的这个美好生活的模式 最后我在MOMA美术馆看到了 就是当年美国像跟这个前苏联冷战的时候 你看她所谓推销这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啊 就是你看 跟赫鲁晓夫介绍 就是叫大冰箱 然后呢 美国的那个生活杂志 登出来的全都是表情幸福的家庭主妇 然后呢 早上起来 在那个开放式的那个厨房 像个柜台一样 给全家人准备早餐 阳光从那个花园里照进来 你看 就是这个 什么样的需要幸福的生活 是杂志上告诉你的 然后大家都觉得 哦 对对对 那是那样的生活 周末带着两条狗撒孩子 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玩一玩 你看你是被植入的 是不是 这种美好生活的想象是被植入的 所以我刚才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对于生活的想象啊 是是这样子的 结果变成怎么样呢 就变成说原来我们所谓的工作生活平衡 比如说 呃 前几十年的话 你的生活里面还包括什么 你有没有时间 呃 自己发发呆 或者说你觉得 什么东西给我买 我就没钱 我逛逛琉璃厂 我也高兴 我逛逛书店 我也挺满足 或者说我就塞个步 或者怎么样 生活的内容有很多本来可以跟消费没有关系 我还是说今天呢 就是说竞争激烈啊 工作真的是忙了 像当年你看你们精力充沛 是因为你看几十年前咱们这个国有单位 不都是那种一张报纸一杯茶 其实上班也是闲呆着 所以您才有过剩 你看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 报纸上经常教育年轻人就是说 如何处理经历过剩的问题 这个今天 对 就是说你过剩的经历去干什么 但是我怎么觉得 今天好多年轻人跟我说 我有什么过剩的经历 今天还有一个就是 手机大量的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 也有关系 每个人都有 我觉得 太严重了 对 我觉得每个人在手机上 我估计啊 至少耽误两三个小时一天 至少 可能还不止 还不止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 早上起来 现在马桶上处理半个小时 是各种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 肯定的 现在医生已经提醒了 你们都要注意 就这个手机面上的 这个大肠杆菌是最多的 医生这个 就是那天是采访谁 周有光什么活一百多岁吗 不是说了一句话吗 说医生说的全对 就是甭听 所以才活一百多岁 这个都不是最重要 就是说 在有些工作中 现在那个 我觉得微信中呢 有的最大的好处 它可以办公 办公的 你拉一个群 比如咱四个 假设要讨论 下两期节目怎么办 咱拉一个群 我可以不说话 听你们三人说 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所以就是大量的时间 都耗在这儿了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说你只看这年轻人 好像工作时间 跟上一代工作时间 是一样的 都是比如说 八点九点 到晚上六点七点 但是你没有算 它在路程上的 这个所耗费的时间 比如说 像现在 它如果住在天通院 它得留西点 就开始这个准备起床 然后坐地铁 急急急急急 然后到哪一站 就开始换车 又急急急急急 九点钟到办公室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累了 你如果赶上这个下雨天 下雪天 那就非常的 说是上班八小时 其实每天 要交通也算是12小时 下班又是同样的时间 而且这个 这个不只是耗时的问题 你的那个屈辱感 挤在人选上 那个确实是特别 你这么说 我就完全理解了 我跟你说 甭管什么人 他要住在北京郊区 每天两个钟头 挤车挤地铁挤 就上了班 被老板斥骂一顿 然后这工作 没什么成就感 晚上还得两小时 才能回到家 我觉得真是 没什么生活了 真的 换谁也不行 那现在 你又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说因为现在 这种住房问题嘛 过去都没有这个问题 对 买房又遥遥无期 过去很少有人 穿城而去上下班 很少 我过去上班 算远的路 就骑自行车 大概40到50分钟吧 那就算非常远的了 现在哪就坐得很远 我们也那也有 就是上班 要走两个小时 甚至更多 那文道 你说这有要方吗 这现在这个 这就是说 工作几乎透支了 自己全部的生活 而且是这个跟 甚至跟绩效无关的 这种工作耗损 你在路上的是 几点的时间 我觉得没有什么 解决办法吧 就你就看这个市场 怎么走下去吧 因为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问题的出现 也就是这二三十年的事 所以为什么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面 全世界都很流行 一个讲法 叫提早退休 尤其是高层人士 尤其是做投行的那些 提早能够赚一笔钱 以前是很少有人 谈提早退休的 就在市场经济发展史上 像你讲美国梦 刚才你说那种 中产梦的年代 当年的美国人 是绝对是做到退休年纪 但是为什么 现在就每个人 都想提早退休 就是因为每个人 都觉得在工作期间 他那个所谓的工作生活 是完全失衡 他就只有到了退休的时候 才能放下生活的苟且 才到了诗歌和远方 他把它变成完全对立 如果还有力气的话 如果还有力气的话 他的生活都在退休之后发生 所以说我就想来想去 我觉得还是用阿诚老师 一句话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呢 很多阿诚老师 很多人生活上 遇到什么麻烦 遇到什么困难 就爱去请教请教他怎么办 结果呢 听说他经常千篇一律 听你陈述完了之后 仨字 要坚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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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